今天我们来做一道速烧茄子 首先茄子洗干净切成拇指宽的斜肠片 大家注意不要切得很薄 然后锅中倒一点油 让每一片茄子都沾上油 马放在锅中 用中火烤至金黄 在这期间我们要检查不要糊锅 可以适当的再放一点油 烤茄子既不费油 又保存了茄子的水分和营养 但是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所以我们要有耐心 过两三分钟 我们要适当的调换茄子的位置 以便更快的烤熟 烤成金黄的我们就可以翻面了 翻面之后再倒入一点点油 使背面的每一片茄子也都沾上油 做这道菜要有耐心 而且随时查看茄子的烤制程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会闻到茄子甜甜的香味 当茄子的两面都烤到这种程度 就可以盛出来了 再用同样的方法烤其余的茄子 出现成本的方法香 不肉的味道 你把这些油盖 可以喝至少了 盛到碟中的茄子 我们要放好 以便于随后的烹制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烤熟第二锅茄子 也可以称作煎茄子 在烤茄子的同时 我们洗净香菜切成小段备用 然后再切四到五半蒜 也切成片 煎好的茄子全部盛到盘中满放好 这时候锅中倒入平时炒菜 一样亮的油即可 然后放入大料爆香 等到八角爆香后 整齐的倒入煎好的茄子 要整齐的马放在锅中 不要翻炒 不要翻炒 接着放蒜和糖 还是不要翻炒 接着倒入老抽 然后转成中火 炖一分钟之后放入香菜碎 再转成小火 盖上锅盖炖一分钟 打开锅盖 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种省油又浓香的速烧茄子就做好了 请大家享用吧 请大家享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